在高雄有一家港式的料理吃到飽 一餐八百多元可以吃到先點先做的 正農點心 快炒料理 還有平常吃會覺得很奢侈的 港式燒辣三寶 你各位啊 你看我 你 會想來吃嗎 我們現在來到高雄這裡了 然後在我們身後的這一家是星光三越 它這裡面有一家港式料理店 我們只要花幾百元就可以內用 港式料理吃到飽 而且它這家港式料理 它其他分店都是採取單點式的 所以我這家是唯一的吃到飽店 雖然我們對於港式料理情有獨鍾 我們從平價的到高價位的 全都有吃過了 但是說真的 我們還是喜歡平價一點的 這樣感覺比較親民啦 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進去體驗看看 它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快點 高漢 啊 但是 好啦 啊 在山 來這邊是儲物太大了 那餐廳的份量是23人份的 餐廳跟飲料湯是屬個人份量 他們是QR Pro 線上點餐 要留意一下我們後面加點的時間 一定要記得間隔20分鐘 這樣單傳送的情緒 那請問熱茶要喝香片普爾還是烏龍 請喝普爾茶 普爾茶 謝謝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 然後剛剛服務人員已經有跟我們介紹了 等等我們掃這個QR Code 就可以開始點餐了 OK啦各位 那我們餐點很快就上來了 我們吃起來吧 來吧 川味水煮牛 各位啊 它這個調味啊 真的是吃川菜餐廳會有的辣還有麻耶 很香耶 這個好吃 我覺得它這道是以味道取勝的料理啊 因為它的牛肉片的品質感覺不是這麼的離鄉 不過OK啦 反正吃到飽就是你每樣都體驗一下 這樣就非常滿足了 然後這個的話是蟹味燒賣蛤蜊 然後下面是荷葉糯米雞 然後魚子燒賣松露跟正點燒賣 哇各位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桌上已經堆滿了剛剛我們點的東西啊 真的它剛不來就不來 然後要來就一次來 咦 咦 咦 它這個殼 是可以吃的嗎 各位 我是覺得說它炒螃蟹它口味感覺有那麼點重啊 感覺很適合配飯呢 金沙魷魚 它外皮炸的酥脆 而且表面上有鹹爛黃 而且咬下去的時候裡面的花枝 它口感是非常的滑嫩耶 欸這個很好吃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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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仁藏粉 这个蝦仁口感Q弹 而且藏粉外表轻轻一夹都破掉 只不过可惜地方是 它的这个调味酱 竟然是用我们常见的酱油 我觉得蛮可惜的 所以说它把这个鸡肉炸到脾脆肉嫩了 但是感觉它的调味就像外面的盐水鸡一样 就只有淡淡的咸味而已 再沾看看胡椒盐 看看表现会是如何 好吧 我是觉得说今天吃这个港点 真的不要一个人来吃 不然说它这道它味道会让你有疲乏感觉的话 你一个人把它吃完会很辛苦 我觉得我们配点红姜看看 看会不会好一点 我是觉得说它只是把它的叉烧切碎包进来 如果想要吃叉烧的话 我是觉得你直接点它的三宝就好了 蒜香虾卷 它这个炸的薄脆饼皮 里面竟然包着满满的虾姜耶 有什么时候吃? 有什么时候吃到 又不吃吗? 有什么时候吃了 没有人吃的时候 不会是那个杯子 就会慢慢去吃 你吃到最小的时候 就会不停 那些小饼 早上手 说很小 我趁到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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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是百年 所以这只是 现在我趁到老后 我趁到老后 快就 motherfucker 来 肥肠 这道料理的肥肠是先炸过才下去炒的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口感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 我比较喜欢吃软的那一点的肥肠 这应该是宫保牛肉吗 我吃到这道竟然没有感受到什么调味的感觉 我来喝个牛肉汤吸吸嘴巴的 我觉得这个牛肉才像样的吗 虽然它是板剑牛的部分 尤其它还有加入姜丝跟枸杞下去调味啊 我觉得它让我的味觉慢慢的回复起来了 这个好喝啊 来 油肌 各位啊 我合理的怀疑 它这个油肌跟它榨子鸡的应该是同样的肌肉 我刚刚吃到榨子鸡的味道 跟这个油肌一模一样啊 甜和不利的蜜子酱 跟这个油肌配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刚刚好啊 刚刚那个榨子鸡到底我们在吃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要来吃的话 点那个三宝 你们就可以去避免吃到由这些三宝衍生出来的料理了 真的 点这个就很够了 蜜汁叉烧 蜜汁叉烧 我觉得烧腊配上这个酱了 它整个吃起来就不一样了 完全是有天壤之别的感受 这是好吃的烧鸭耶 这只脆皮底下有一层脂肪 与它的瘦肉我们在咀嚼的时候 它由外置内的香气 会巧妙在嘴巴里中和在一起 这个是有水准的烧鸭呢 金钱虾饼 虽然它这里面包满虾浆 但我觉得它整个吃起来就是只有一种油炸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它今天的油炸食物啊 吃起来都会有一种 让人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吗 它这个脂肪拿起来感觉好油哦 你别给我吃 不知道为什么它只要是油炸的东西 那个味道真的会很明显 没问题 最后 enemies 它这个是用煎的吧 但是它给我口感是非常的油脆啊 punchedож现在吃点 蔥爆牛肉 虽然说这道也是重口味料理了 但是我吃到这个青葱 它能感受到无比的清爽 你刚刚前面吃的那几道 真的是会让你有一种 很难形容的难受感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港式点心 一定要吃东西 牛肚 虽然说这整体吃起来是软嫩的 可是为什么它的蜂巢表面 吃起来都已经有点干掉的感觉了 我们来喝一下丝袜奶茶 洗洗嘴巴 它这个比起我们台式奶茶来说 它茶感非常的重 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看起来也是一份富含脂肪的食物 可是它吃起来 比起刚刚的东西来说 它真的清爽很多 我们吃刚点一定要点的凤爪 你们刚刚有看到吗 我刚刚甩一下 它骨头就掉下来 你就知道它口感吃起来 会有多绵密软烂的吗 它这个用得很用心 谢谢来到烧麦的回合了 我们咬到虾软的时候 它滴滴泵泵的口感 搭配上它这个鲜肉 我觉得这吃起来是一道好玩的烧麦 吃到这边我感觉我们需要来一点酱油了 它这烧麦吃起来竟然没有什么味道 来吧 来吧 蟹黄的烧麦 我们吃到这边我们的点餐时间已经结束了 说真的我是觉得你今天以800多块的水准 我们点了30样的东西 就平均每一样不到30块的东西 我是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好险的 它就是把烧麦内馅跟蛤蜊揉在一起 拿下去整而已 在香港有这道港式料理吗 来吧 我觉得它吃起来比起刚刚其他吃到的烧麦来说 它应该会是蒸笼料理里最清爽的一道 金黄火腿的香气搭配上软蛋的饭粒 我觉得吃起来就搭配刚刚好 牛肉丸 我们吃到现在我是觉得它说嚼肉类的料理 它的调味是有一点厚实 它这种味道你可能吃一两个还好 可是你一吃多这个味道会变得很恐怖 来 蟹肉棒烧麦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花八百多块就可以吃到它了 起码我们不用花到一千四 可以吗 可以吗 请给我龟苓糕 还有芋头西米露 再一个可乐好了 谢谢谢谢 我们稍早又点了马来糕啊 我觉得这时候吃到不同的味道了 它让我们的味蕾有一种复活的感觉 我们终于来到肉骨茶的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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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到透烂大蒜还有胡椒所煮出来的味道 我觉得就是要这一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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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西米露 西米露 它虽然看起来是粘稠浓厚的 但是它实际是冰冰凉凉 带着微甜的口感 我觉得这很解腻耶 不错 贵银钢 还有我们刚刚都忘记它有帮我们准备一壶茶了 奶油港市茶楼 要喝一下的吧 再吃完这餐点之后 喝着这杯茶 看着窗外风景休息一下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还蛮享受的 不够OK的 那等一下我们结账之后 就到外面做结尾吧 哇 OK啦各位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外面了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是好正点 港市饮茶想法吧 今天我们一个用餐费用差不多是845块 我是觉得说一个人来这边用餐的费用 而且还没有跟你加收边缘人惩罚费 但回头看我们这样点了三十几份 诶其实这样一份差不多二十几块而已耶 诶这样的价格 你觉得有什么好嫌的吗 只不过我们刚开始点餐的策略 似乎有那么一点错误啊 所以我们点了太多相同性质的东西叠在一起 我们吃到后面就变得非常疲乏 只不过啊如果你今天来这边吃的话 如果你有找到两个人或三个人一起来这边吃 点一份大家一起分着吃 就可以一个人吃一颗刚刚好 不会像我们这样子 必须一个人八成蛋这样吃完 只不过如果你跟我说要 可以花八百多元回来吃的话我OK吗 诶说真的 如果今天我可以揪到人一起来吃的话 当然OK啊 说真的我们一个人来这样吃三几份 真的肚子非常的饱啊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千万不要这样尝试啊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继续回复啦 还有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或这种超级感谢的功能支持我们哦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